我们今天收到的钱呢 大概是 哈喽 大家好 我是Wayne 今天呢 我约出来的这一个人呢 他在新加坡呢 是自己摆摊做生意 所以今天想要让他 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摆摊做生意的 这个经验 然后需不需要注册什么东西 才可以摆摊 还有摆摊的这个行程 然后今天我也是会帮他摆摊 直到收档 所以收档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一天到底能够赚多少钱 所以现在其实是很早了 天都还没有亮 然后我五点半就醒了 然后他六点半就开档了 所以我现在要去找他 他在等我了 大家可以看到后面其实 全部店都还没有开 档都还没有开 他说他是最早开档的人 哈哈哈哈 看到他了 早安 哈啰六 你好 你好 哈哈哈哈 我是六十十五 哈哈哈哈 那刘叔叔叔现在已经在摆摊摊了 我刚才有问他能不能帮忙 他说不需要因为 哈哈哈哈 可能会越帮越忙 哈哈哈哈 所以他还是自己来 对面有一个伯母在摆摊的 目前是他们两个 那刘叔叔说呢 他不管这边多亮 他还是会吊这个灯上去 因为这样看起来 东西比较好看啊 哦知道也 跟别人不一样 有些要先把所有的东西先搬上来 然后呢 再开始慢慢的摆 比如说肥皂是摆那边 然后呢 其他的东西都会摆这边 就是分类来摆啊 分类来摆 说六叔叔通常你卖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 一般上是一些女性的保养品 比如说肥皂啊 洗发水啊 沐浴露啊 还有一些抹地水啊 全家大小都可以用到的东西 全身上下都可以用 还有懒头发的懒发剂 啊 这个是中央太懒的 有点红哦 说说看得到有一点红红 哈哈哈哈 伯母最喜欢这种红色 哈哈哈哈 吃奶杀手 哈哈哈哈 那你每天来摆当的时候是 怎样把这些东西摆来的呢 你是有自己的transport吗 我做得饰过来 哦 所以这些东西全部会搬上得饰 对 然后摆过来这边 回也是得饰回去 所以我可以找来 我也可以持轨 所以时间就比较自由啦 自己选择 时间比较自由可以自己选择 哦 而且我东西比较小样 所以做得饰比较方便 嗯 如果是那种很大样的啊 卖衣服的啊 很多包包的啊 那就不能做得饰 因为我东西都偏小样 嗯 虽然是东西小样 但是我看到大包大包的也是有两三包啊 摆着 哈哈哈 蛮重的 所以因为每天做的关系哦 就是因为你每天扛东西嘛 所以就变成 比较壮 自然而然都会有滑涩 真的是很壮耶 哈哈哈 就好像在做健身一样嘛 每天都在健身 嗯 你每天摆当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都每天都不一样耶 每天都不一样啊 对 为什么会每天都不一样呢 我们的顾客都是一个月来一次 就是你用完的东西 你要找我们就是一个月一次 所以一般上我们摆当的话 都是 嗯 没有说 固定在一个地方 然后每天都在那边摆 而是每天都换地方 所以我们这种叫做流动小贩嘛 流动小贩 流动小贩就不一样 原来如此 我现在才知道耶 哈哈哈 哈哈哈 他这样子开档呢 也需要一个小时来摆档 所以在人潮进来之前呢 他就要先摆好所有的东西 档还没有开好 就已经有顾客上门找产品了 没有办法 因为他就是要注意 因为他这个是可以按摩啊 这是我第一个顾客 他买了香茅油 谢谢你 谢谢 档还没有开好 就已经成交一单了 厉害厉害 哈哈哈 谢谢 我能帮的就只是装水 哈哈哈 哈哈哈 除了灯亮嘛 再来就是大啤酒 声音 接下来呢就是香茅油香味 不淡的 等一下你就闻到很香的香茅味 所以这个是他的秘密武器 所以现在六叔叔已经摆好了所有的产品 花了40分钟左右 所以现在看看一下六叔叔的产品有什么东西 这个呢是叫 它是一种粉 就是质养跟退烧避邪的美白的作用 这来自印尼的 酸痛膏 哪里痛就差在哪里 然后呢这边是质养的肥皂 美白的肥皂 深头发的肥皂 然后呢当然现在最有名就是香茅肥皂 防蚊子嘛 这边就是美白 拉紧皮肤的肥皂 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人用的 这种肥皂都能够洗脸 招财的 辟邪的 柠檬水 麻地水 还有安迪安哥他们喜欢的风油 抹神台的布 哈哈哈 这个也要有 泰国的牙膏 新加坡的香水 印尼的懒大剂 印尼来的糖果 还有这个是来自米店 大哥 可以帮你吗 随便看看啊 有看过哦 那他们叫泰国柠檬啦 然后再加那个柚子叶 然后那个香茅油的话呢 是印尼来的 可以喷在身上 它不只是防蚊子哦 比如说你可以喷在你的 家里的厨房 不会有蚂蚁 不会有蚊子 而且不会伤害他们 就让他们飘来 它是天然的香茅油 所以一般上我的产品都是针对 偏大年纪的老人家 然后他们需要的东西 都是这些东西 客人没有年轻的 哈哈哈哈 三十几岁的二十几岁是绝对没有的 我们的客人都是超过四十岁以上 人潮开始来了 早安 早上你再打完告吗 没有啦 来吧 你讲你要什么 哈哈哈哈 收起我来 等一下回来你不见了 我就迟一点就收了啊 很早呢 很早收的 我们没有说迟迟的 你再吃 这个咧 我怕放你轮上住啊 然后你有sour can 你包住sour can 包住 一个小时后洗掉 再放你五块就好了 我这个香水好不好用啊 其实 放在我们的mask上面 放在我们的mask上面 跟誰啊 不會臭 看你喔 講話那個媽這邊臭 然後呢馬牌 手頭那個啊 他在哪裏 是你喔 很多人啊 我不能講哪一個了 這個八塊 我其實幫不上什麼忙啦 因為我不了解他的產品 只能夠站在旁邊看 但是從剛才開單到現在呢 他生意真的是很好 他人潮一來的時候 真的是很多人來 成交了很多單 賣出去很多 有些是熟客用他的產品 全部倒回來 多數的客戶呢 都是unty uncle啦 因為他們上網買東西也是 感受不到那個產品 所以很多人會在這一邊 可以感受到那個產品 然後他老闆又會 跟他們介紹這個產品的用途啊 之類的 己經理 照片 我們來看 醫癱 。 捱包 利 我們來自我 們來自我 來自我 但等你 你再拍我啊 哈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全部人都已经把那个产品拿在手上要买了 他来不及回应 有的客户会等到就是会病情 很多人跟他买的产品过去用很好 然后再到回来找他 拿电话号码 拿电话给他订货的也有 真的是很不错 现在大概十点了 从刚才8点到现在呢 他的人潮是没有停过的 到现在都是很多人 所以现在是一点半了 然后他也开始要收档了 他卖到他的货七七八八 很多已经是没有货 卖到断货 所以他收完了就是这样子了 看他用金用车 OK 现在呢 Ryu已经收完档了 然后现在我就要问他一些问题 就是更了解这个行业 Ryu 我想问你是哪里人 是马来西亚人 在这边已经很久了 大概17年 17年 你是PR还是 我是新加坡PR 当初为什么会开始做这个行业呢 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是做PATANG 这个行业PATANG 就是我之前是做旅行社的 找一个出路啦 我就觉得卖这个东西 这个保养品可能比较容易 然后我的主要的对象呢 就是Uncle Auntie 比较多 Uncle 认识我 哈哈哈 还有顾客在旁边看他 有顾客在旁边 Uncle你要入镜吗 哈哈哈 最主要我的对象的话就是 以Uncle Auntie Uncle 为主 就是一些不会上网 他们不了解这些东西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把好的产品 介绍给Uncle Auntie 所以他们就容易接受我们的产品 算是另外一种出路就是 不一定要死死在这边 而且我发现 你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人 你看你今天就 是哦 你今天一天的体验 你就觉得 我今天的体验真的是太好了 哈哈哈 从早上跟他一起开档 到他收档 哇真的是 其实是很多那种快乐的感觉 很多客人都会很相信我们讲的东西 所以我们介绍给他都是好的东西 你看的出路真的是很喜欢这个行业啦 他在介绍他产品给客户的时候呢 都是哇很开心的 大家都是嘻嘻哈哈 分享为主啦我们就分享好的产品 客人也开心啦 然后客人你用的好他也会来找我们 是咯 他的回头客很多 哈哈哈 So Liu 你做这个行业多少年了 目前做这个行业是5年 然后前3年呢是在做part time 正式大陆这一行是2年 嗯 那之前都是以part time的形式 就是拜六礼拜 没有上班的时候呢 就跑巴刹 卖东西这样 So在新加坡 开档做生意的话呢 有什么程序吗 就是需要申请什么东西 还是要来生之类的吗 OK首先第一点的话呢 就是必须要是新加坡人 或者你必须要是PR 然后你才可以做 一般上很多人的话 我们就会先开一个公司 就是你可以注册一个公司 然后呢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可以跟店家住那个餐位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做 So 最后一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最关心的啦 今天你的收入是多少 我们应该说是 今天我们收到的多少钱 收到多少钱 我们今天收到的钱呢 大概是900块 就是已经扣除了我们的租金 扣除我们来回的那个车费 然后还没有扣除我们的货物的钱 你的货物看你要mark up多少啦 如果你是mark up 比如说是超过一倍以上 说900的话扣到来 你可能有一个300到400 嗯 前提是啦 今天是星期天 所以人潮会比较多 那我们赚的钱会比较高 可是如果你半一到半五 你的收入可能只有200 300 甚至如果下雨的话只是100 那一天就白做了 就可能归本 所以这个我们就看天吃饭 其实六算很好了 因为他早开当早关当 一般他们都是开到下午一两点 那我一般是开到11点 我比较早收一点点 哈哈哈 OK 好啦 今天就是到这里了 谢谢六给我们分享 他在新加坡开张做生意的这个经验 然后我真的是学了很多 然后今天也体验了很多 然后六其实有自己的一个YouTube频道啦 我会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过来订阅我哦 要订阅他哦 哈哈哈 所以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啦 然后我们能够回答的就会尽量回答的 谢谢大家观看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 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下次见 他一天收一千块 做Engineer才多少钱 做什么Engineer 我要摆堂做生意了啦 哈哈哈 וב�ak ko 21 priests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